某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一名销售主管取得不俗业绩 年终,总经理把他单独叫到办公室 对他说,由于你工作业绩突出,公司决定奖励你十万元 主管非常高兴,总经理突然说道 今年你陪你妻子多少天 该主管回答说,今年我在家还不到十天 总经理惊叹之余,拿出了一万元 递到主管手中说,这是奖给你妻子的 感谢他对你工作的支持 然后总经理又问,你儿子多大了 你今年陪他几天 这名主管回答说,儿子不到六岁 今年我没有好好陪过他 总经理又激动地拿出一万元钱说 这是奖给你儿子的 告诉他,他有一个伟大的爸爸 该主管热泪盈眶 总经理又问道,今年你和父母见过几次面 该主管难过地说,一次面也没见过 只是打了几个电话 总经理感慨地说,我要和一块去拜见伯父伯母 感谢他们为公司培养了如此优秀的人才 并代表公司送给他们一万元 同样是13万元 如果企业老总直接将钱发给这名销售主管 那效果我们可想而知 之后在公司发生紧急事情时 即使家里脱不开身 该员工的家人都会坚持让他先去处理公司的事 一个领导者的情商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和员工敬业度 激励员工讲究方法和技巧 利用一切机会表现出你对员工的关心和支持 让员工觉得有价值 被重视是激励员工最好的方法 在生活中对待其他事物也是同样的道理 你认同吗?认同的关注点赞 请不吝点赞